为在恒春镇西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市集 聚集来自各地热爱恒春半岛的艺术工作者 除了当地的高士佛舍木雕 师门部落陶艺 还有选择定居在此的插画家和木雕师 共同的想法就是推广恒春半岛独特的人文风景 当他拿到那对猫头鹰的时候 他好高兴 因为我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那种表情 然后最重要他讲了一句话说 没有爱心的人是做不出这个东西出来 所看到的景象都是非常的明亮清晰 所以我就来这边开始画画 然后主要画的就是恒春半岛的奇景 就是海面上的被落山峰吹起来的水雾所造成的彩虹 恒春文创市集目前有设顶部落族人经营 特别邀请在地扎根或是对恒春半岛有深度认识的工艺师 透过作品和画作让游客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其实恒春半岛不是只有肯定大街 这个是我一直在跟我的客人强调的 因为我本身是生态导览员 其实恒春半岛美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希望再注入更多的新的元素进来 潘真华借由贝壳介绍山面环海的设顶部落 唐佩湘用插画记录恒春半岛的美丽印象 而陈亮旗则是以生态知识跟游客分享互动 这个市集虽然朴实却又活泼生动 平时新闻八浪屏东恒春 怎样不到